大家早晨!昨晚美股的表现是继续偏好的 再升的幅度不大 在港股收市的时候,即是4点钟,期货市场4点半 接着就看到美股期货一直是这样反复升 升到上去全日的最高位是在香港时间 晚上10点9个字之前出现的 接着就反复向下走 到最后升跌也不大 想提醒大家 由昨晚开始,美股行冬令时间 即是开市时间不再是9点半 而是香港时间晚上10点半 今早凌晨本来是4点钟收市 现在是5点钟收市 指数期间就迟1小时 所以就去到6点钟 今早凌晨就收市 收市到4692的美股期货 提醒大家 接着我们说港股五大指数 真正变动率 昨天收市的时候,看黄色底的 红筹指数就升了0.959% 就不错了 有转强的迹象 红筹股 其他四日指数的跌幅 就不大 0.4% 科技指数 0.737% 表现较差 成交金额比率方面 蓝筹股去到44% 高过20天 以及50天的平均数 跌市之中 当然就不理想了 我们都没有希望放在它身上了 我们希望放在国企股 即是希望六中全会有利好的消息 正如我一人间大家都会看到 九五三之后 在经济通运筹为握的专栏中 我说了一句 再没有坏消息 已经是好消息了 希望国企股 和内地股市 会表现同步转好 科技股也有些机会 但是就是担心美股调整 科技股近期的势 就是已经由之前很淡很淡 转为偏弱 现在转为偏稳了 昨天的成交金额比率 比亚天平均数低一点 而国企股明显低 国企股就是观望 那些投资者外变 然后 这个港股收市的时候 美股期货是收报 4.6.25 是昨天下午4.3的时候 五大指数 除了红球指数 偏高0.243%之外 其他全部都偏低 偏低幅度以科技股较大 那就是科技股的表现 就是昨天来说 是最差的 现货主板市场 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 收市部58.42 高过过去5个交易日平均的 54.46 这个资金市场 资金市场主动买入 去到97亿 果然比我做第二段 投资金额分析的时候 昨天是好了 也比过去5个交易日平均的 38亿佔总成交金额 是7.947% 非常不错 希望今天更好 全日的现货市场 总成交金额 缩回到1,219亿 是低于平均的1,296亿 卖空金额比率 就回降到18.701% 依然高于平均的17.836% 今天看看我发明的好淡指标 BBI 多差 看一看 19,12,10,12 好像近期表现最差的 近几个月 最差的 不是,先前几个月 有一天更差 低于10 都是很差的 超短期,短期,中期,长期 代表什么呢? 10多就是代表 19,10 20,12 不要计算20 代表超短期,短期,中期 长期,市况显著向淡 而20 中期代表 向淡 都是很差的 那会不会物极必反呢? 我估计 初步估计今星期之内 会有一个较显著 最少少的反弹 整个走势仍然向淡 当然在说今天星期五 收市前 但是呢 要到大型的反弹 甚至转升 就要等下个星期 最早 初步估计 我一直看着 特别要留意的就是 这个综合指数 哇 差到 3.4 是不是 科技指数 和指数的起伏 有些是低於 低於 10 6 大家留意 国企指数 刚才提到国企指数 看看会不会有些国企股 好回表演 直到六中全会完结 看它的日线图 昨天 第二支阴烛 是想视 保力加通道底部支持 而底部支持的 上移速度 放慢了 指标 五个指标 全部都是利淡 这一下 A B 会不会真的跌足C 即是C和A 那么长呢 如果跌足C 那就是说 由这里升上这里 0.618倍量度 跌幅目标 调整目标 就搜不到 那个位置 再看好淡大会角力的情况 加权收市位和成交两个配合分析 行指期货和国指期货都是跌和跌的 跌市 但是成交不配合 过去五个今日合计的是TWI角力指标 这个TWI呢 就是-1-2个指数 都是 那代表跌市 但是成交都不配合 那就是好的配合 偏离值 进一步下跌 两者分别跌到-986 和-428 那行指期货 各指期货的 家庭平均的偏离值 是-2.604% -3.597% 那今天 和明天的整体走势呢 即市整体走势 依然不乐观的 就是有反弹 但是没有回升那种 行指期货昨天呢 我会叫做一个横行市 国指期货 是升市 科指期货 是横行市 两个月份合约合计的未平仓合约正数呢 行指期货是不变 国指期货 不变 科指期货 都是不变 OK 横行市 行指期货 和科指期货 横行市 横行市不变 就代表昨天 外资 好淡雙方 和在科技股战场里的好淡雙方 大户都在说 好淡大户 都是按兵不动 对今天市况没有啟示的 国指期货 是有啟示的 是不是呢 看看是不是 它是升的 升而不变 升而不变 代表昨天 中司好友大户开新仓 逃利的同时 中司淡友大户在那 平 舊仓 计数 啟示今天什么 咦 国企股是反复升的 昨天我说了国企股 有些支持市 回升动力 今天就靠它了 国企股 看看是不是 再看的 是33个行业类别 今天我们看回 成交类 成交钢业排列 最多 第二多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这十个 资金准主动买入的行业 多很多 超过10亿的有软件部门业 三十八亿八 医疗保险业 十四亿三 其次 就有 六亿九的地产 资讯科技 器材业 五亿三 酒店 餐饮及休闲业 五亿三 都是五亿二千多万 五亿三 保险业 都是五亿二 很厉害 昨天的买盘 原来素货 刚才我提过的版块 你今天真的要多些留意 都堆了那些大户买家 因为我说了 成交钢业 这肯定是大户 汽车业 就差一点 接近五亿资金准主动卖出 有资金流出 五百只恒生组合指数 成份股 资金准主动买入最多24亿 和阿里巴巴十二亿 第三位 药明生物五亿 药明生物 昨天很差 变动率 跌了8.6% 昨天五只升 5只跌了 同样地差的 跌了6.9% 信与国学科技 其他升跌幅 都不够5% 接着呢 這個變動的五天,我今天有一點根性 我一直說,我昨天才發覺 原來有位同事提醒我 原來是錯了的,我的 interpretation 我的理解,是什麼錯了呢? 其實就不是我錯了,是同事做錯了 我已經叫他們盡快改回它,可能下一個版本 那是什麼呢?這是五天 五天的意思,我一直理解為 這張表是昨天收市做的 昨天收市是星期一,對不對? 即是說,變動率是比較一天 昨天是星期一,比較一到交易日 一天當然是交易日,不算星期六日 不算公眾假期 即是比較上星期五的收市位的升跌 這個就是對的 那麼五天,理解應該是 比對五個交易日前的收市 那是什麼時候呢? 這張表是昨天收市做的 就是星期一收市 比對五個交易日收市前 即是說,上星期五 上星期四 上星期三 上星期二 上星期一 那就五個交易日前 那麼比對上星期一收市 但原來同事做錯了 他比對上星期二 他計算了昨天 那就錯了 是嗎? 如果你比對一個交易日前 那就等於這行 你想一下 對不對? 如果昨天收市 比對一個交易日 即是上星期五收市 那就比對這行 那麼兩天 就是星期四 三天是星期三 四天是星期二 五天是否應該是星期一 所以暫時 在他們未改之前 這個字呢 五天應該改為四天 那我會告訴你 是昨天的收市 就是這個位 比對四個交易日前的收市 就升跌 暫時改為四天 就是大家肉眼望 自己 望去改為四天 那就暫時讀四天 那麼呢 比對四個交易日前的收市 普普馬特就升了19.8% 表現最好 表現最差的就是 若明生物跌了15.5% 其中這個8.6% 就是昨天錄得的 這樣計法應該說 因為就算不算昨天 那8.6% 它過去的那些日子 都是跌了 都是跌的 那麼沒有五十二週 新高新低創出 主動賣孤比率都是一樣 我們看看65 先看看69-31 很厲害 就是阿里巴巴 代表昨天低位154.7% 變成了即使重要支持位 守得住 繼續看好的 另外67-33 都厲害的 就是匯空 匯空先輪軟 有些賣盤數貨 45-1.5%前面 45-1.5%也是即使重要支持位 接著還有68-32 同樣地 夢牛羽葉 夢牛羽葉 昨天低位47.8%也是重要支持位 再看72-28% 最漂亮的這隻 普布馬特 56-3.5% 是昨天的 全日最低位 變成短期重要支持位 這四隻這麼厲害 我們要看看 特別要看看 收視位高不高的 價格平均價格 如果高得過的話 即是非常好 高不過就要保留一些 對剛才的看法 對剛才的看法 阿里巴巴高過的 接著輪到這個 這隻 965-35% 就是匯空 匯空高不高 都高過的 第三隻 是 夢牛羽葉 夢牛羽葉 差點了 高不過的 略低過的 第四隻 普布馬特 都是高不過的 大家就要看著了 兩比 就全部都不夠三倍 所以不說了 兩倍那些 就是基本要求是支持的 支持那個 支持什麼 就是支持 在昨天的股價 在最低位 最高位之間 增持之後 就某一方 取得優勢 兩倍就僅僅支持 三倍值得留意 只有兩倍 放在我的專業總共分析表裏 表現最好的是 騰訊 第二是 中國平安 第三是 阿里巴巴 騰訊 都說一說 收市位 明顯高過加權平均價 雖然收市暴跌0.77% 主動買高比率是配合的 63-37% 中國平安收市位 明顯高過加權平均價 主動買高比率 都夠55-45% 亦都配合的 第三隻呢 是 是什麼 忘記了 第三隻呢 是 中國平安 第三位是 阿里巴巴 OK 上面看回頭 收市位是高過加權平均價 主動買高比率 亦都是配合的 好 就是這個形勢了 一陣子的重點分析 和大家重點分析的股票 就是 昨天宣布了 將會 今年之內 年底前 關閉300間分店的 海底撈 市場對它的反應 都算不錯 大家估額都不小 你看到這裡 雖然是星市 雖然是陽足 但是陽足新區的長度 由於在高位跌下來的股價 都不算很長 起碼比上個星期五短 但是昨天的交投就非常激烈 五天平均線低於二天平均線 二天平均線低於五十天平均線 我們就要看看股價在哪裏 股價在哪裏 股價是高於五天平均線 回到上面 就叫做剛剛轉穩一點 本來全面向淡 剛剛叫做轉穩的形勢 不可以說轉好 OBB 這裡創新低 即是新低 即是圖表上 看到所有交易時段的新低 亦都配合的 創新低 那麼 要看的就是這條下降通道 昨天是試下降通道底部 剛剛碰一碰就落下來了 你一定要回到下降通道底部 上面站得穩 才有機會挑戰下降通道頂部阻力 但是要留意這個頂部阻力 是隨著時間下擾 即是會限制股價的回升空間 要站在下降通道的頂部 到上面才有作為 到時我們才會看這些 阻力位 或者更高的阻力位 看什麼位呢 待會詳細跟大家講 然後呢 我們看 今天跟大家簡單分析的三個股票 第一隻是151中國旺旺的 近期的升勢很漂亮 是不是 除了這個回套之外 這個升得太急 又是底回套 一直都慢火煎魚 慢慢升上 是最漂亮的這些 即是你任何時間買 都是捱少少可能 你捱少少 很短時間又贏錢了 那種呢 你的累積利潤又大了 最高見到6.37 指標方面呢 就是全部都利好的 但要小心 小心什麼 STC%K 已經進入了極度超買區 如果連%D都進入極度超買區 那就要小心 就算不是結束升勢 掉頭回落 也有顯著的回套 隨時不是立即 記住 因為超買之下 可以更加超買 我經常都這樣說 指標呢 如果我們要看 重要支持位置 一定要放在短線投機 放在止蝕位 建議先放在這個高位 暫時 要退上去 6.18 這個高位 看上去看幾多 這些勢很難看 破了頂 之後 它就貼著保利加東 到頂部一路上的 建議看就怎樣呢 你 由這個位置升上來計 5.44 升上來 那你一路量度著 升了多少 回落0.382 你就止虧了 不止賺 止賺 如果這裡進入了極度超買區 就將0.382的要求 推上去 0.236 迫自己止賺 唯有就是這樣 那這類股票 就很容易處理的 那當然 如果你看到指標 有一個寸淡 那你可以考慮 沽少少 套利先的 第二個寸淡 再沽一點 第三個寸淡 就是你剛才的止賺位 應該碰到 應該沽了 那就是這樣看 這是第一隻股票 那第二隻呢 就是想跟大家說的 是2845 這隻就不是股盤證券來的 這隻是一隻ETF的 ETF就是一個交易所買賣基金 就是Global X 或者簡稱GX的 中國電車 它是中國電動車和電池 一隻ETF 買賣 那昨天就表現好的 突然間一枝羊竹上去 那市保交通到頂 說日線圖 好像突破了橫行區 橫行區的頂部 要留意這個位置是210個落 那要站穩210到6 上面就有作為的 但是昨天收市位是210 最高見過211.5 那還未算站穩 未算正式突破的 那既然它上市往上突破 我們的指洩位 短線投機應該就立即放在 這個橫行區的底部 是197.50 197.50 如果新看我影片的朋友 可能很奇怪 為什麼要按這個按 我要確保 就是盡量確保 這個位置是低一點的 這個位置是低的 197.50 所以你看我定了 或者有時候用Mouse指 那就是最低的 指標方面 五個主要技術分析指標 也是全面利好的 那這個股證券 這個ETF 就有短線投機的價值 那你放了指洩位在這裏 然後後低位買 跟著直博率 那就博它站穩 在這個216上面 那如果你說看多少 那就自己計 這些很簡單 拿這個低位 169.6 升到上這個高位 210.6 減一減 就是210.6 減 169.6 等於多少 再由這個位 透色不是這個 這個 197.50 加上1倍 就是你的目標 最少看0.6 100倍 即是去到0.6 100倍 不再去 只要轉減 就走投了 OK 那就講到第二隻了 第三隻的呢 就是剛才提過了 不是不是 昨天說了 錯了 不是剛才提過 應該是記錯了 應該第三隻說的呢 就是這一隻了 新秀例 新秀例 1910 那剛才的表也看到 不過就不是頭十位而已 那它有些特出的表現 什麼特出表現呢 大福熱頭上升 大洋竹 什麼叫大洋竹 很多人都不認識的 大洋竹就是 身軀當然比近日的 明顯長 這些符合條件 還要是腳是沒有 或者短 即是下影線 沒有 或者很短 那叫大洋竹 只要上影線 或者手部 剛才是腳部 上面的手部 就不能太長 這個都及格 如果你說很長很長 長得很厲害 那就對這個 這個所謂 或者類似大洋竹 有保留的威力 那就上了去 那之前那個高位阻力 就在 很明顯就是 18.46 18.46 那昨天最高是 18.74 在圖表上面 創新高的 我講的很簡單 講在圖表上面 創新高 就是這一張圖表 看到這麼多個 時段之中 創新高 就不是52抽新高 那些 那 看到這個高位 18.74 那這個跌口 升上去 咦? 那你如果是短線投機的 不用問了 你的止蝕位 就不應該再放 15.54 這個低位 要放在大洋竹的低位 17元 遲些還要怎樣 移上洋竹的中間位 即是說 17元開市位 以及18.3 收市位 即是17.6.5 中間位 會推上去 這樣才會駁上去 駁上去 駁上去多少? 又是教大家計算 由這個低位 13.9 13.9 升到上這個高位 剛才是駁過的 18.46 一倍 然後呢 由這個低位 15.54 駁回一倍上去 又是那句 升到0.618倍的時候 梁道升風目標 要小心點 看看信道知不支持 看看有沒有動力 看看資金 還有沒有流進來 沒有的 開始就 有的 才是看一倍 指標 全部利好 剛才說 但也要小心 SAL出了極點高位 要看18.74 在收市位 即是今天 明天 最遲後日 會不會出現高於收市位 高過就行了 高不過呢 小心點 不要這麼心急追貨 很大機會會回落 給一些漂亮的位置買的 指標 我說錯了 不是五個全部利好 是四個 他還說MACD還沒得 向好 比剛才兩隻股票 短期形勢 沒那麼漂亮 那MACD要等它發出 雙流買入訊號 才是短期形勢 變成全面利好 短期形勢變成全面利好 短期形勢變成全面利好 其實是這樣的 我教了自動每分鐘更新的 但是 它更新每次都很慢 所以你看看這裡 這個叫什麼 Running Background Query 它很慢的時候 就更新一分鐘 變成一分半鐘了 這個時候 給大家看看圖表 最新的圖表 剛剛跟大家做分析的期間 跌了下來 這下 483.75 美股遠對港股 就似乎 有點不利了 開始 心理上 488 sorry 4683.75 update 至於這次計算 五大指數 合理值 恆生指數 低開24點 將會 如果要移 這個價計 當然 這個是合理值 至於真正高開 還是低開 還是平開 就看得很大不大 他們對後市的取向 和入市部署的進取程度 到時候看 息市三個 還要支持位 息市三個 還要載率位 在這裡給大家看 最後提醒大家 恆生指數 20天年度 化歷史波幅 已經急跌到 16.008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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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代表 其實市的動力 是不夠的 所以你看到市 哇 列口高開 列口低開 就不要這麼大 期望 繼續急升 繼續急跌 很快就會有些 相反的動力 進來 就令到它 回到合理值附近 或者接近合理值 我們待會 第二段的投資 會為大家重點分析 這隻海底撈的 到時候見